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OpenCV的一个圆码的结构的学习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OpenCV的在GitHub上的圆码 这里我是装了一个Chrome的GitHub看的插件,所以看的比较方便一些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去做一个目录选择文件 可以看到OpenCV的代码还是已经非常的庞大 但是其实抽丝包检之后我们可以简单的告诉大家 无非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核心的代码部分 都在一个叫Modules的这样的一个Modules的这样的一个目录文件里面 这样的一个Modules的目录文件里面其实作为最基础的就是这个Core的文件夹 而Core的文件夹,Core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对 Core文件夹,然后Core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看到文件夹里面包含的头文件 文档文件,还有一些还不确定的文件 以及圆码,测试代码和CMAC的文件 而这里为什么说是它是最基础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文件夹呢? 只要在于它定义了几乎所有的数据结构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了最重要的MAT类的一个代码也在这里 可以看到,也在这里 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定义 这个是MAC类的一些定义,它会放在这个文件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也是最核心的文件夹 但是它在OpenCV的一个原码架构中是一个平行的结构 它跟其他的Modules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的关系是一个基础 但是它跟其他的Modules之间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然后其他的Modules都会去引用Core里面的数据结构 跟一些常用的函数 而最后每一个Modules都会包含它们自己的头文件 自己的原码文件,自己的测试文件 以及自己的文档文件和一个CMAC的文件 这样的做的目的在于它最终是通过一个CMAC的文件 把这个Module作为一个单独的库去编译 然后就看到了我们在安装OpenCV的时候 在系统文件里面的每一个库文件 其实就是通过这里的每一个Modules编译出来的 但在编译这些Modules之前 OpenCV首先会把Core里面的库编译好 所以其他的Modules都可以去调用Core里面的函数数据 然后投文件 然后分别编译成自己的库文件出来 这样就成为了OpenCV的一个数据的结构 一个总体的一个架构 所以它为什么可扩展性会非常好 主要就是在于 每一个需要新增一个Module的开发者 或者是系统的贡献者 它只需要在这里新建一个新的Modules 然后按照上面的方式去编码 然后自己编译 那么它就能够成为一个新的Modules 而同样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Modules太多了 就造成了我们之前下载的另外一个OpenCV的原码 就是OpenCV Contrib 它其实以前在这个Modules还不是很多的时候 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Modules实在太多了 而且有些Modules是相对来说会是一些高级应用 所以就移到了OpenCV Contrib里面 那么除了这个Modules作为OpenCV最核心的代码 而其他的文件夹基本上我们也可以过一遍 首先是一个第三方的头文件 就是OpenCV会引用到的第三方的文件 那头文件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其次就是CMAC的文件 CMAC的文件比较复杂 基本上就是设计设计了它从编译到编译成功 以及到安装的整个过程 而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不是说使用层面比较重要的 而是说我们比较有参考意义的文件夹 就是这个Samples的文件夹 而我们用CDR编程的话 主要就是看Samples里面的CP CP里面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Samples的代码 还有一些常用的一些Demo的 例如一个Camship的使用的一些Demo 因为很多时候它即使是在圆码中的一些描述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能够理解 一般开发者就会再去添加一个使用的Sample 来给使用者一个指示 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一个函数 一个功能或者是一个新开发的模块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好 那这样就大概理解了OpenCV的一个架构 其实同样的在我们做一些实际项目的开发里面 也会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 刚才说的为什么说它的设计很值得学习的一点 主要是在于这个Modules这里 因为它让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做到了结偶 什么叫结偶呢 就是你让一个复杂的系统之间 每一个功能跟每一个模块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而又可以共同使用的 这样对是一个最健康的系统 因为这样是最异于维护的 不然的话 一般很多人在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解偶这个问题 那就导致模块与模块之间的依赖过强 一旦其中一个模块出现了有bug或有问题的时候 就不能做一个针对性的修复 甚至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 A功能的模块出了bug 结果还影响了B功能的使用 这种情况在一个真实的项目 或者一个真实运行的软件里面 或者对于一个技术企业来说 甚至是说是一个灾难性 或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来的